国二战争第15天战火持续延烧 俄军是不分日夜的 对乌克兰的多处民间设施 无差别轰炸 像是西部城市 日托米尔就有两间医院遭到了炸毁 索性没有传出人员伤亡 而在南部的城市 尼古拉耶夫饱受摧残 到处都是断人残壁 当日的医院紧急地转移到地下室运作 避免成为俄军炮火的目标 一架俄国军机飞过乌克兰西部城市 日托米尔上空 下一秒 直见军机对着地面一阵狂轰猛炸 火光四射 爆炸威力之大 让目击者一边拍摄一边战斗 一度吓到说不出话来 日托米尔市长证实 俄军瞄准的目标根本不是军事基地 而是当地的两间医院 俄军部分日夜把乌国人民当炮灰 对民间设施无情烂炸 南部城市尼可拉耶夫也饱受摧残 这间仓库被炸成废墟 这名男子亲手建造的房子 一大半遭疑为平地 不只住宅 医院也是俄军火药的目标 为了躲避战火 医院只能移到地下室运作 等待空袭警报解除 这对母女也是战火下的受害者 当时她们在屋外用脚带粘贴窗户 没想到飞弹来袭 母亲眼睛受伤 女儿头部则卡了炸弹碎片 导致静振 母亲不断安抚女儿 但何时能听货 恢复昔日生活 乌国民众只能无语问苍天 林一齐编译 乌克兰的卡尔可夫 连日来遭到俄军无情轰炸 由于炮火实在是太过猛烈了 国际媒体也难以深入最前线 直击当地人的真实处境 不过当地人问年轻女孩 就记录下了战火的日常 也让人看到了战争的残酷 人生中这样的夜晚 经历一次就够了 3月6号晚上 卡尔可夫遭到狂轰猛炸 会想起当时的恐惧 让他连开口都有困难 生活在战火之下 对一般平民来说 是什么样的感受 远在台湾的我们 或许很难想象 但对乌克兰卡尔可夫的民众而言 炮火战机尽在咫尺 每天睡梦中也不得安宁 日复一日的轰炸 没有流离失所已经很幸运 这个女孩表示 她躲藏的地方有水有电 虽然狭小而且没有窗户 电梯也坏了 但至少人还活着 在战火前线撑了好几天 女孩最终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家 这时候的卡尔可夫 已经不是她记忆中的模样 就算以后还能重返故乡 过去的美好 恐怕再也找不回来 周一军编译 日前才有小学一年级的数学题目 让医生痛听说 台湾的教育真的是出问题了 引发热议 结果在今天 知名作家吴淡如 又贴出了国医女儿的数学作业 这题是这么问的 说医院里头总共有16名医护人员 并且列出了下面这四种情况 提问 说话的人是什么性别跟职业呢 不少的人看到都觉得非常的困难 觉得脑筋打结都算不出答案 甚至有人直接说 老师我可以跳过这一题吗 不过有数学老师花了短短三分钟 就解题了 一到七年级练习题 学生邪道崩溃也难倒家长 题目是一名护理员员说 医院里总共有16名医护 但以下将到的情况 无论有没有把这位说话的人 算在内都不会有任何变化 包括护士多于医生 男医生多于男护士 男护士又比女护士多 当中至少有一位女医生 请问说话的人 到底是什么性别和职业呢 是病人 是病人 怎么样都无所谓 国际正确 那我猜第一个说话是护士 他是女医生 忽然的算 我就拼直觉而已 男护士吗 就一个感觉 算不出来 全靠直觉猜国中生的题目 也考导大学生 数学老师来解答 这个是唯一可以退出的 如果要条件一和三 护士要多于医生 男护士要多于女护士 就会得到五名男护士 四名女护士的答案 接着还要符合条件二和四 男医生比男护士多 至少有一位女医生 就能再推算出 还有六位男医生 和一名女医生 而且这位说话的人 不算在内 也不会有任何变化 那么这个人就是女护士 解不出来 变幻漏 数学老师说 一般考试难度不会这么高 知名主持人吴淡如 在联书贴出 女儿的这道青年级题目 指乎现在的孩子 真的不容易啊 记者学家 侯正伦台北采访报道 大城捷运手扶梯的时候呢 手边的平台上 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过 会看到类似这样子的凸起物 它放大之后呢 其实是这个模样 很多人不晓得 它到底是什么功能 而现在台北捷运亲自解密 原来这是手扶梯的防滑型装置 有网友就开玩笑说 这难不成呢 是要阻挡民众 模仿动作片当中的隐心 从手扶梯滑行而下吗 搭乘捷运手扶梯 您曾注意过 手边平台上 这一颗颗的凸起物吗 猜猜看是什么 抓住它吗 就可能有什么东西卡住 它有人在上面滑了 敢硬什么的吧 给忙人用了 公布正解 其实这是手扶梯的防滑型装置 就怕有人模仿电影中的危险动作 从扶手盖板滑行而下 北街内每个手扶梯都有着装置 除了可以避免被当作溜滑梯 还可以缓冲乘客不小心掉落的物品 北街冷知识大公开 在网络上掀起讨论 有网友说 其实这是要阻挡成龙来台湾拍戏吧 也有人表示 看到这个有股淡淡的哀伤 撞到还是会痛 会受伤 没有人会跳去那边会滑下来吧 他都要玩了 他还会怕痛 中间可以放个柱子之类的 北街亲自解密 手扶梯旁突起物的真正功能 民众长知识之余 也别忘了电影中场景虽然帅气 但其实暗藏危机 千万别随便尝试 记者综合报道